嗨大家好 今天我会跟你分享三样东西 为了方便一点我改一改一期网的东西 一期网我是放两个字 今天我会放四个字 今天要分享主要是三样东西 还是OK 这个是掌握敲门 股市基本应有四位 然后我也放了那个简单的解释一下 也为了方便你看一下 这现在是五点 1.02分下午 然后5月11号2016年制作的 OK 那么这个掌握敲门那边呢 所谓的掌握敲门也就是给我们一个知道的 什么是学习的结晶 也就是那种short card之类的 然后股市的基本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 游戏规则 然后应有四位就是学习的心态 有一些人问我蛮多东西 好像这里我觉得这个video应该是放第一个 因为可以跟你讲解怎样去掌握那个敲门 就是学习的那个结晶 通常为什么会拜师 拜师的原因都是为了掌握那个敲门 也就是我们说学那个师傅的那个精华 也不用走这样多远 网路就是知道应该要这样走的 好像我们有听过的就是1万个小时的练习 就1万个小时的练习我们就会变成那个专业 专业的人 OK 就是变成精通那个一个学问 通常在股市方面 我们也是需要1万个小时的那种实际的那种练习 好像我们这样学习的话 看你花一天花多少个小时来达到 比如说你用1天一个小时的话是 那么10万个小时就是 也不是10万那么1万个小时就是这样多 OK 除一年365天因为你 啊一天一个小时吗 所以这里看一下我们就用多久 我们就用27年的时间 如果是用一个小时的话 OK 如果啊这个1万个小时的话 你就用多少啊 比如说是 你一天用4个小时 所以先是除4 2500 OK 2500 2500 也就是 你一年一年那边就是除365哦 不好意思 你会用六个六六年的时间 就大大的减少了那个啊什么东西哦 最简单一点的 一天八个小时的话是 OK 你花费一天八个小时做做工之类的 那么就啊 除以365天哦 也就是我们就用三年啊 减掉三年 三百六十五 乘三百六十五 这个再除三十天 也就是三年五个月 减五 乘三十 这个是整数啊 也就是好像我们做公司 我们会花费三年五个月五天的工作天来达到啊 那个那个什么啊 我们的所谓的那个专业 OK 这个一半八个啊 就是大概是用三年 如果你一天用十个小时去做样东西的话是 OK 你我们就啊 用来解啊 除这个 OK 一天十个小时做样东西的话 那么出365天哦 你只需要两年 大概三年也是接近三年的时间 所以不管你怎样算的话 最快来掌握的话 你大概都是用三年来掌握这个结晶 OK 那么在这里 敲门那边 我们知道敲门之后 那么我们就学习起来就比较简单 OK 刚才那个一万个小时是只限于你掌握了那个敲门 然后一直重复的做 那么这样久了久之的话 你会得到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你做的东西是全部一来快 同时 你以此同时的话 你会不知不觉 诶 人家会很辛苦 这样啊 会去理解一下 你不需要 就比如说啊 先看图方面 比如说看图啊 OK 为什么我会啊 会很清楚知道这个股啊 这个我应该 要要要 算进行调整 这个是一个流星 为什么我也知道是流星 因为不定的背嘛 然后我就知道 然后看上升趋势 然后这里很摆 这也基本上次已经是出货了 这里要小心一点 如果还没有高过一点 呃八亿的话 是没有突破一点八亿的 那么你会看到他和这个一样的走势 也就是他会回调 你看到这里 这里也是中一位妹妹的时候 还会上升 但是过后他一直这样下去 就是你们明明看啊 能不能突破 如果能突破的话 等他回调先别这样急 这样的情况之下 好像这个这个也会发生 为什么我也知道这些 很清楚知道哦 这些是过往一直不停的看图练习 重复的一直看他练习 单独看图之外 还要看那个财报 财报 一根 要吃时间了 ok 在这里可以看到 学习的结晶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 把复杂东西把它变成简单 开始时候我们会 由简单变复杂 之后到掌握那个敲门的时候 那敲门的时候我们就尽量开始进入繁路简的境界 那么就是所谓的啊 开始时候 路门看山是山就是你基本的时候嘛 然后看山不是山就是流简路繁 有时候又简单去进去那个复杂的啊 那个境界 然后过后或者就是啊 看山还是山第三个境界也是 那个就是解啊 如流繁路简 也就是由简单去 诶 有复杂 不知道意思 这些还是由复杂去简单 这个原因 这个就是一万个小时的那个啊 那个他的啊 神秘魔力啊 之前我也是有写过一些文章 不过不在这里 或在其他那些啊 那个forum那边就是其他的那个 呃叫做论坛那边啊 ok 这样这里掌握窍门 我希望你会大概了解到 有时不必败时也是可以知道 一些看那些零物性 比如说有些是看启发性的书啊 好像是啊 NLP啊 心灵导师啊 很多很多很多这些书 然后还有那些关于啊 讲起脑的那些东西啊 啊 ok 这些之类的 然后你会自己启发 还有一些就是 当你 你如果你有静坐 你知道什么是七轮的话呢 就是开了那个启发天轮跟那个啊 那个天眼跟天轮也就是 这两个轮的话 那么你的智慧你的启发力 你会比较高 但在在普通人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啊 拜师或者是什么 因为拜师还有他的好处 也有他的坏处 坏处就是如果你拜到不啊 不是真啊 存心要教导你的师父 那么你就啊 会误入歧途啊 就好像因为这个原因是 我也是很谨慎的选人 如果一些人有上过啊 某人的那些课程的一些课程啊 因为那些师父 怎样的人就会吸引怎样的 啊怎样的人 这是事实来的 但我也是看过他 他们拜过那些师父之后 他们的那个心态已经是被原众的啊 歪曲掉 就是 心知心心态不大正确了 所以那边需要啊 蛮多时间就看他热后的造化 比如说是呢 你拜错那些师父的话 大误导性很难重 然后我看过一些人 也是因为这样的不随便收啊 那些人 OK也就是在这边情况之下 你要清楚知道 你要好好的掌握 随时适合 适合你啊 学习的对象啊 不要玩物的那些去给钱啊 再加上我这个也是会啊 简介的 有启发性的那些啊教学 然后有那些分享 然后你只要跟着我的右电那边大概 大概这样 然后再重复的探 重复的探讨一下 那么就知道了 好那么我就讲完了这个东西 OK 在比如说要看图的话 看图的窍门就是我们要理解 他的原因就是 OK这个是羊猪是银猪 这家族里面有四个成分 一个就是 我们看这里呢 是 这里已经有四个成分 一个是开市价这里欧吗 H就是当的最高 L14当的最低 这些就是收市价 这四个成分是最重要的 OK 为什么我们喜欢看那个拉筑图 因为 我们可以看到波动 这个啊 当的最高跟当的最低 就是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波动 好像没有什么看这里 他有下影线跟上影线 这上影线跟下影线 怎样形成是关于他的这个 当的最高跟当的最低 然后也离不开 他的那个啊 那个什么 我们的所谓的开市价跟收市价 当他的收市价这个 closing close price 高过他的open price 那么他就是羊猪 如果他这个这个啊 收市价低过他的那个开市价 就是阴主也就是我这里放红色 和蓝色 OK 羊拉猪是蓝色 阴拉猪是红色 所以这样怎样形成我相信 我在我之前的那 video有分享过 OK这个是他的敲门 然后在啊 读年报方面呢 我们也要啊 开始收市 真的是避免不了 如果我们要知道他的那个 他的format就是他的他 怎样偏拍的年报那边 那技巧就是第一次一定要看完 这个是跑不掉了 很多人就是没有那个耐心去看 这个那些年报季报啊 最简单是从季报季报 要清楚季报他的他是做 啊中跟长期的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那些东西啊 然后验证下也啊 关于你关于城所讲的话 会不会前言不对后语 或者是一些是客气话 一些就是很很平常那些这样讲 那种我们就啊 要会分分辨一下 不过当你看久了之后 你就大概知道了 开始说就流头到尾看完哈 最简单的 你也可以觉得那些 比较简单化的年报 只知道他的那个啊 他的流程是怎样 也就是他format是怎样编排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知道他的四姐妹 四姐妹方面啊 词典我有机会有才分享 所有四姐妹也不会难到哪去 一个就是啊 那个营收表 我是就是income statement 另外一个是啊 资产负债表 就是balance sheet 另外一个是 现金流表 也就是啊 cashflow 那个就是equity statement 我们自己四个 在其他国家一些是五个 是六个我也不清楚 在马来西亚这里就好 看这四个啊 啊基本上我只是看三个 那个equity statement 没有什么看呢 ok 除非啊他有那些看他 有没有啊 人力派发红股的时候啊 我就会看一下 不过看红股的话 balance啊 balance那边也是啊 就是资产 资产负债票那边 已经可以透露很多 信息给我们知道 这边怎样啊 啊传一些对策一些 这样的人知道 就是这么简单 ok 那我们啊没有去到 那些accounting level那边了 因为这些我们 只大概大概知道 这些东西 算的太精的话啊 你会 啊 错失很多机会 你算到大概大概这样 大概 然后再看配合这个图表 那么你就可以配合到 你就可以做到啊 阴阳啊 平衡 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看到 像那些有些 讲什么 不太好的话 呃 他的那边 但是他的口表 不是这么讲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他是先偷跑 那我们就可以啊 占一些先级 所以我们是后知后觉 但是我们尽量减少 这个后知后觉到 不是最后一个人知道就好 就好像那些啊 类幕小西啊 那些人会知道 会 会这样多喜欢知道 那些喜欢 这样多喜欢听 类幕小西啊 是 然后就被套啊 就是他们卖在最高点的时候 因为往往那个时候 他们就是成为最后一个 接受了呢 所以那些类幕小西也要看层次的 这方面啊 我应该是 不会 分享太多 因为这个 太多的话 然后你们就会 教坏你们的那个 学习意愿 不能 不排除的话 可以讲的 ok 像我会开给你看这个 讲关于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啊 群带关系正 经济政策哦 ok 这一大马是群带风 全球第二 也就是 但是啊 接下来还是出了二十以下 就是他是第二个 因为这里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 东西给你看就是他游戏规矩 ok 在这里我所说的那敲门 ok 在敲门方面 所以这你可以看得到是群带关系 也就是我们尽量啊 和政府搞一些关系 那么就很容易富有了 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很明显 我们在马来西亚要发达 是离不开关系 关系是很重要一下 那边ok 所以这样你看菲律宾新加坡也是 你不要看新加坡什么 新加坡 你看新加坡也有关系 ok 最好的还是德国 如果他回来想他没有看计划看图的时候 他怎样都好 他还是会 ok 他还是有一些啊 有一些 靠政府 所以不管怎样都到后来 哎 还是需要靠关系的 就人需要靠关系是蛮重要 这个好像是没有显示他的那个图表 啊方面那时候看的是有一个图表了 好在这里那边我就啊 讲解到这些他的敲门方面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啊 学习那边是蛮多东西一下 那么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什么 也就是接下来啊 就是上一个video那边啊 当怎样把那个股市当做提款机 这样ok 那边是主要跟你讲解那个心态的 心态方面那么 那么你知道这些东西之后是 你再开始知道怎样去追求你要的东西 ok 这个就是我所想分享的 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掌握窍门 那讲到股市基本方面哦 ok 也就是我们要了解那个啊 不管什么都 我们要知道他的游戏 游戏 游戏规则 ok 要怎样去操作这些东西 要怎样去啊 赔 怎样去赚钱 这些我们要理解 不要像你打篮球 或打野球 ok 你不理解那个游戏规则 你很难赢钱 就好像你看那些啊 李宗伟他们啊 你看他们打打球的时候 他们看到要出现的时候 他们会不要接纳球 因为他们知道游戏规则 他们就是这样来玩 这样的缘分 这些就是这么简单 ok 同样的股市那边 他最基本的肯定是我们要了解 他的游戏规则 要怎样在大马股市赚钱 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 啊 低卖 ok buy low 然后高卖 消害 也就是buy low消害 就这么简单的 不管他的那个buy low 是有时他们也会讲是buy high消害的 事实上buy high消害也是一个buy low消害的一个啊 只是他不同啊 对了不同的正确啊 这那个策略就是在上升的区上升轨道就是 任何的阻力任何的那些阻力不是阻力点 真的要知道 那么了解这些东西之后啊 你说几东西之后就很简单 当一个股市在下跌趋势的时候 任何支撑点都不是支撑点 你要明白这些东西 那么你当明白这个之后的时候是ok 你就会知道哦 你还是要这样来赚钱 然后赚钱我们在马来西亚永远只有一个就是 一个估计就是buy low消害 也就是你的卖价低过你的那个 卖价就是ok 那sell price啊 那么你才可以赚钱ok 再不然的话 那另外一个就是靠股息 股息方面我已经不太鼓励啊 因为我们也是看那个车啊 关于月啊关于车有没有诚意啊 就好像呃我当初有讲过的 ok 这inforce方面他还好是有给那个股息 然后与此同时的话 他还有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啊 我是这样讲了 换做是这样啊 看下先来这个一年给 你能给两次股息两分钱蛮低一下 ok这个是这个行业是不会倒的 在去年的时候为什么还在上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有缘 他情况就是很简单 这个股 是基于啊他是不会倒的行业 就是啊提供那些我们所用的交易平台又好像 Madebank啊 Honglongbank这些啊 ok全部是用他提供的交易平台 他们有主要四个 四个还是三个那个啊 那些啊 叫做服务 ok 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 ok每样东西都是要给钱的 ok 在他们那边他们啊去年的时候已经 进了一个新的service叫做bts bts bts boyt ok 然后x xman x ok这样这个这个大概会啊 反应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啊子公司 就是vinvest那边ok vinvest那边是教导了一个关于那些股票咨询投资的 ok 在那边啊他们收费也是啊 蛮 蛮 蛮不便宜一下可以讲了 ok大概都涨亿万了 现在应该是有涨上亿万了 ok 然后他们有分期付款了 在这样的情况啊他们也是啊很多东西好像 很多东西没有包货 那再这样那么他们基本有包这些搞这些东西的话 他就蛮多 他们做大起来好像可以比比跟那个松达比较的话 那么他们我可以跟你讲他们也会 赚蛮多所以这里他也是先进了提供一些啊资金给这个 这个一发生 ok 这样这个情况我们要小心跟下看啊还没有没有突破大概是16多 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蛮需要蛮小心 这已经是确定啊如果在他们再没有上升的话 他然后那个anjoo一样的走势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了好 这股市游戏规则方面我大概是讲了这样多 然后我也顺便讲自己东西 之前啊有一些人啊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讲东马大选的时候 ok那么大概啊过了之后我们啊选择观望开始出观望 ok 然后啊我们也是要注意的最多如果发现东马大选有关联公司突然间大跌 业资业绩啊这个是前提啊 ok 业绩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业绩会越来好就是他的那个 基本面啊就是他的那个啊赚钱那边呢盈利方面越来好啊 ok 你是可以进场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进场因为不怕 还是越来越好啊可能是那些赏物的情绪 这里我们要了解啊我们是要怎样操作这样从这些那边赚钱 ok 这里我已经是有强调一些人啊误会了东西 然后啊还有一样东西我就跟你讲的 ok 还有另外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在马来西亚那边还是这个 如果管理层舍不得以你分享盈利 ok 你就不要进了 ok 这里我已经是讲了他在大马股市里面两个重点 ok 也就是很多股啊开始于想叮叮叮叮叮 那一些人反而是会去赶紧 为什么会赶紧?因为孩子很清楚知道啊 业绩是越来越好干什么要丢 ok同样的蛮多是发生了好像亚航也是 亚航方面我是收到那些类幕方面 然后我也是怕等生过多度了 因为当然当然是从图表跟基本 因为在最新的季报现在应该会出啦 ok 他还会走多大概是两个季度看 如果那个美元换马币对换马币没有强 就是没有反弹就是变成4块以上的话 然后石油没有再增长 要保持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他的那个会越来好 当然这些要小心一点他的风险就是这两个 这些东西我们要知道他的那个风险啊 怎样啊 没有每一个股我们买的就是肯定包装 他有一些东西 好像比如说我们大概是期待 上个拜六的时候我们知道 那个东马那边大选 过程大胜大胜次 但是我们没有去 ok 没有去买进的话 就是看好像这星期一就是前天 ok今天是星期三 前天我在5月9号的股市时候还是跌 然后昨天也是跌 ok 然后跌到昨天已经是算是反弹了 就是后会有时候回反弹 然后今天如果再上升的话 那么他已经是基本上他又在形成一个确定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是很难预测 他们会怎样 最重要是现在我们是蛮多东西 好像债务危机啊 那个违约危机啊 我相信你就知道那个 有一开始的那个公司 ok 他的第一个名字是E的那个公司 ok 然后还有 很多啊 然后六月的时候会更加波动会更加大 ok 从而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啊 看你要操作的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 短期的我们需要留意这些新闻很多 然后配合哈 然后要会看基本面跟技 啊 技术 就是看图跟看财报 这两个都需要的 那么你才啊 减少你的那个亏损的风险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要做中期投资的话 那么你就要知道的是资金流向 好像比如说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那个GST的 那笔钱是大概是啊 用在做基金那边 也是很明显好像 我们也看到很多开始在做着 就像昨天啊 我去啊 在一个地方叫Kotasara 那边走一框框一些框框一下 然后也是看到 哎有拍 那他的路也是啊做到蛮蛮乱一下那边 我看到哇那边有一些路啊 跟这那位置的话 他是应该有了转进去 但是他没有管 另外一个他的那基建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 工程也是接近晚啊 维生的那么 开始就可以看到蛮多钱的话 还有继续在发展 然后啊 可以看得到的就是Sawa那边 我不排除还会发展到蛮厉害的 就Sawa那边只要基建会发展到很坏很快 可以讲未来的 五年里面我们会看得到 资金在流向Sawa 所以Sawa那边我们 也是可以布局那些啊 垄断性的行业的股 然后大概是三四年就可以看到收成至少是一百巴仙以上了 通常在马来西亚的股市那边 如果三年没有达到一百巴仙 你是不大及格的 因为啊如果 你只是囤税高技术分析的话 那么就没有没有办法 如果是以基本分析来操作的话是 啊你没有可能达不到一百巴仙 因为三一百巴仙是很轻松达到 过往那边每一年都有一只股都达到一百巴仙的成 那股价成长一百巴仙以上的 蛮多 就像哪我昨天啊放出的更新的那个啊 我的关于我的学生那边分享的 他啊 这上还是没本事了 没本事了 他就大量的进进的 南部哈进的蛮高 四九千 然后拿低 再一毛多是 他们又没有进 然后他就没有管量多了 因为他知道那公司被倒 就由这边放着到新年为止 就上到一块两毛多 可以看到那边增长是等五倍啊 如果是因为他也有买那个 也有得到免费的平单 然后那边算下的话 如果还是一毛钱到新的今天的话 就是去年的话 你看到Eforce啊 ok一毛多 在去年的时候 我也是出了那个书 有跟你讲解这个东西 就是你看下在去年呢 大概是最低是ok 这里是在这里啊 ok也是在2015年1月的时候 而同时在这里啊 一毛啊 一毛三一三 一毛四啊 讲一毛四就好 在一毛四 以一毛四的价钱来看的话 是然后升到这么高啊 也就是有 你可以看一下 在一年里面呢 ok他上升了整七百 就是八百多吧 所以应该是这是赚钱的 ok 在这里的情况 你们可以看到啊 他的那分别就是 我里面能拉高一点 这里应该是 大概是这样了 ok 就是1.08 就是七百多巴仙 就是啊 因为这个是算他的盈利 也是你竞赚是七百多巴仙 你看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 讲到游戏规则方面 你出啊 投资 你操作的时候是 你是看图的话 你是很难做到这样的波动的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需要那些叫做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那边 我们就可以做到比较大 那基本分析那边 我们是比较适合做中跟长期的操作 ok 然后以继续分析来看一下他的走势哪里 你可以一直如果你是长期操作 你知道那些公司没有问题的 你就可以看到每个回调那边买进或是他的回调的时候 正确想是回调的时候回调 所以回调就是当股市啊 从高点跌下低点的时候 你因为你会急速很喜欢你就知道 那么就卖出 然后他反弹的是反弹的时候你才买买进 就像就是做那个啊 操作就是减少你的成本 那么也成本本我这样做 就是低卖高卖低卖高卖这样做这下分分钟是 你连一毛钱都不用出了 就你成本会越来越低 变成复苏的话 那么你自己就无限的回酬 也就是说你本钱已经拿回了 那么你就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你们要了解你的游戏规则是怎样操作 通常是来一部卡我们的成本价 所以成本价方面你要清楚知道 那成本价是包含的那个水钱 就是交易费啊 交易费就是那个blockage fee 然后还有caring fee 还有那个stamp duty 然后还有gst这四个费用 就是加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成本 那卖出的成本那边你们知道 然后我们扣出来啊 如果他的他是整数 就是你你当你卖出的时候 你减掉你之前的那个卖进的成本的话 是那么你那个 如果那个数字是 啊 真正数的话 也就是你是赚钱 如果是负数你就亏钱 就是这么简单的 ok 这些蛮多的这个东西蛮多 有那个你要啊 你的投资的初衷那边 然后怎样操作 你要选哪一个 然后选股方面 然后啊 交易平台 就是交易货口先 要交易平台 之后啊 检讨方面那些很多那些 然后你要知道管理层那些东西啊 公司方面那边啊 ok 现在等等的蛮多 这些游戏规则 你当你了解完全部的话 那么股市方面就 难 不会对你来讲 不会难了 就像我已经是啊 跟人家讲了 这些东西 不过有些人啊 帮我误导 误导我的意思 我可以跟你讲啊 呆来去 这都是那几个杯 ok 然后最简单的意思 那当初我有讲过一个 我这个的确是有公开讲过 不过实时是跟人家啊 就是讲那些很简单的话语 ok 所以有讲 对了 澄清再一次澄清的话啊 你可以我那时我之前有讲过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我不拍出他是形成一个碑 ok 所以这里五块钱以下的话 我们可以关着眼睛卖入 五块钱以下的有几次 一二三四五六 ok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 ok 这里应该九天十天 ok 十天然后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大概十五天的交易了 那这些就是满一个机会 我当初有跟那天讲过 ok 那今天他就上升了后 啊 一别让别开始卖进 为什么我会知道是五块钱是他的底价 大概是啊 那个原因只是几个一个就是那个原因就是啊 那个原因就是有根据那个基本分析那边来看 因为我看过他的基本分析所以我才知道他是怎样走的 就这么简单 ok 这样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是长期操作 那么我们就收收收收收 这个收大概收到啊 在这里的时候啊 如果他打人回到这里的话就是他的景限的话就是六点八五的话 不排除可以开始套利一点 ok 减低那个成本然后他再回啊 在回落的时候那么我们又可以开始 卖进不是回落就是反弹的时候在卖进然后到一直到哈这个如果是长期来看的话总是去到十五块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他的那个公司已经是不是小公司了最重要这个公司我们要知道他是第一代还是第一代我要重复的意思就是还是第一代来领军 那不是第二代第一代那边我这个这个人还是蛮用于心意下的然后他的人还好他比起那个啊 puppet bank那些来讲他他他还蛮年轻一下的至少还有多大概二三十年的官营就是给他同年之下的这样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排除这个或许会变成另外一个那个我们所谓的puppet bank这样的情况哦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大概知道啊有这样的机会那么这种我们就可以做长期操作我们理解他的趋势是怎样走的情况然后来了解解啊管理成的背景 ok 这些也就是我做强调游戏规则啊ok 然后从来这个我会跟你讲是啊自己看看就好 ok我只跟你讲是五块钱 然后有一些人是啊在的确是敢敢讲啊他们没有啊傻傻的就是在这边在陪有些更加厉害就在平台那边就赚很快就赚了因为我们是啊短炒短炒嘛那边就赚大概10到20 10%也是不错了在这边就是看得到还是然后大概这样没有没有什么波啊你看那边的话那开始上升啊他出现那个啊消息就讲那个啊我们的那个啊 EBF开始开始开始他支撑他这这样的情况也是有八字经而支持这个股所以这边还好ok我们要了解这些东西不会难道来看你的心心思啊那还有啊这里所谓的应有思维就是我需要要强调就是学习心态 所以学习心态哦ok你要知道学习的人哦永远都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去学习 他们只是尽量去知道哪一个应该是学习哪一个不应该学习的就这么简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可以大概了解到ok我们要做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啊要做什么的时候就如果比如说你要拜师的话呢好像我也是就好像是换啊拜师的话是我真的会去到冰城啊 卓霍啊或者沙巴沙拉瓦那些啊甚至是菲律宾那边呢去找一些啊那些人啊啊就是有一些师傅他们啊很少去出门啊 我们蛮什么上面也是蛮多分钟还有人家附近也有很多这样的神人我也是很惊讶在我家附近这边我也有蛮多那些啊很低调的那些啊高人啊 所以我们要怎样去接触这些就是不停的去啊提升我们自己层次然后我们就会啊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才预议到啊很奇怪的这种事情 ok好像你如果你包有那些啊一直应得了应该就是应该拿免费的东西啊这些啊那些啊然后一直讲啊一直讲啊在背后查人家几刀 为什么那些呢一些开课然后讲这些东西啊那么你就犯了一些啊一些不好的那些心态啊就是 人家做些是有有烧到你为了吗没有吗那么你就不好去做这些啊 啊然后也可以讲是你以为是好行事上你是在做这些坏事或者是伤害你的那些啊应得了 ok啊如果那个人真的是很坏的话那么你就啊也就尽量不要劝导人家如果人家很想去学习的话 你也不能强避他人的这是人家的那个啊可以讲是他们的他们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强避他 啊好像我曾经接触过几个人到后来他们不来我的课程然后去另外一个课程之后他们也是蛮后的 不过也是指导因为他们啊好像是讨价论家的心态啊他们以那种以为是越多学习越多越好 事实上有一些东西我们要一步一步来不是很多东西就好了好像现在我做很多东西读很多东西也是因为我已经有基础了 这些是我要追求的东西所以我是啊的确是从开始时候一步一步来不用太急因为啊我们要清楚知道啊股市是长存或者是很多东西 只要我们一直这样学习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那久会久之后我们就会啊很很谦虚啊也不会很多发言啊 我之所以制作这个video是因为啊也要蛮感谢我身边那些贵人了然后啊也自己也有采取行动了啊 啊要改善这东西就是由今天开始就是你当你那个啊你领用到那个风那个重要性的话 那么风险有那个危机危机感的话那么你就开始知道开始去学习去看讨这东西OK 这些学习说实在的OK啊讲到这边学习方面哦OK 最基本的我们就是要来的就是这里啊 不上malatia.com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compan announcement 这是公司的动向那边我们要了解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PS7定这些公司我们啊有些我们要看一下啊是有没有在投资里面 人家是谢谢哦啊不好进去乱乱随便进去你看这些啊这些事是公司有 有那个债务维解除了这个MMM MAA是他脱售好的那个我们是所谓的啊 主要业务那么他的这个他会中PS7定是因为 不是啊给他的 但公司还是赚钱的 到后来都一定通通到目前我没有去跟进了 然后就要了解这些东西哦OK 还有另外一个GN3啊 guided notes啊这个是那个我们所谓的那种啊 创业版的创业版是会中GN3的 如果是那个啊主板的话是me market了 他就中PN17就是这么简单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蛮多公司 这些公司我们就尽量避免啊朝上朝下 如果没有技术啊我们就避免看到这些东西要小心 他一样东西就是啊也没有要注意的就是 轻巧列嘛 一些公司啊有啊换蛮长蛮换明的时候 那么你要小心一点 好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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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讲是曾经的炒股 在2012蛮多的一下 然后蛮多啊这些我们看得到啊这些啊OK 你我们需要去记录一下的蛮多啊 你看一下他现在开始有做之前是没有 这东西我也会放去啊那边 那你注意一下啊那些啊他们很常换名字 那是要小心 然后我们调查 他们啊有一些是换位的更好风行 那些风水的问题啊 因为那个名字不利他们 他们有一些啊风水是建议他们啊 要这样这样 然后算那个啊疫情那边啊算到有利了他们 那么我们就要怎么做OK 你可以看一下蛮多啊像那些 比如说我换去更定马来西亚 OK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哦 有几间公司他已经是换过几次名了的 啊在2013应该是英尊 啊英尊变其英尊科 现在又再换名 所以这个公司要特别的啊 留意如果你不小心把看到啊什么 你要啊离场了OK 他应该是拿掉了OK 我看下先了是哦 他已经拿掉他以前是叫啊 英尊与第一波哈 然后他就加着consolated 然后现在又MMAG 蛮多这些啊就是我们看得到的时候 就要啊格外的小型呢 这些公司换了蛮多次 这个这个Inari呢 他会换名的是因为他已经完全收购了这个 Ametron的问题 然后这些东西大概有了解有更进更进一些啦 OK 然后 呃 还有的啊看到了呢 in-gen solution 看到吗这里 现在又再换名字了 在这里看啊在2012 啊10月9号的时候 然后再过4年又再换 这些公司可能不排除是借可上市啊 啊OK如果是给那些有本事的啊 啊管理层来的话那么是好事来的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要小心了 OK这学习形态方面哦 OK啊我可以跟你讲 不管你是身为师傅或教人的或者是学生啊 OK两个都是不同的 在师傅方面是我会比较倾向去找那些师傅啊在他住家附近举办的课程 为什么呢因为方便他们的时候他们比较多时间 他们啊不会太累 比如说好像那些外国来的那些啊师傅哦 播出都是很注重钱的哦 没有感情的那边你留完一些东西啊 就跟你讲钱咯 发生感觉到蛮蛮蛮蛮蛮 蛮现实一下了 不过也不能怪他们的 因为他们从南远来到这边 然后这些住宿费那些全部吃的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当然也是蛮多人叫我去啊东马甚至是救货还有槟城 这些就是啊北马跟啊南马那边就是跑完全马马西亚了 有些甚至更厉害叫我跑去外国那边找他们 那么我现在想着我要这样的话我的我的学费会相对的提高很多 我应该预算很多东西一下 比如说我去那边待几个天啊 那么要算那些东西啊 然后再打进这些这成本就是羊毛吃着羊身上 当然为了要减少这些东西哦 我还是会建议你们啊花费一些钱啊 因为那些钱对来讲不是很多啊 但是如果是学啊师傅去到那边的话会 啊要教导人的话 我们需要蛮多东西要考虑一下 然后啊交钱很多东西啊 所以变成啊会更加那个学费提高很多 为了保持那个学费没有提高更加那么多 那么最好还是 呃去找你要拜师的地方啊 哦就是就是讲你所谓的诚意哦 ok 诚意方面很多人啊 说实在的嗯 不是我们所讲的东西了 ok不是那种啊多少钱之类的啊 比如说在公司管理层我讲讲的有没有诚意跟你分享盈利啊 这个就是他们诚意咯 有没有那个啊 啊心得要跟你分享 因为不一定可以分享盈利的时候 他们会有两个一个就是股价稳固 然后他的股价一直上升 就是他会有啊请那个啊 啊那个叫做 操盆手啊维持他的股价 就是一直这样给他慢慢这样上完美的这样上升 另外一个就是啊给你股息这两个 ok 这个公司是蛮有诚意的啊 那好像我们所说这样看回去 哪有人你这样短胜那是什么想啊 过往几年的时候这样顶级就特克服的时候给55倍的回双 然后还有那把被变过给你 有你这个投资1000块你变成百万富翁这些之类 我们看回头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给马后跑 但是我们要看前面 在这边我们就知道啊 那边就是以过往的时候 看见那个衡量的公司啊 值不值得 就好像另外一个就是 Citex从一块多变到12块 也是蛮够的一下这个 ok 当中他也给了蛮多股息一下了 再这样也是不错 还有Gtronic那边 他不是不好啊只是趋势走完了 然后我们就看他的管理程式怎样去应变了 所以啊这些东西不要急着去借刀 我们看到这样了 而且我看到一些基本分析的那些专家 他们也真的是用倒后镜来看看路人 就是车是向前的 你我们看扣或倒镜的时候 为什么他那股价会上升 因为那时是刚好碰到他的趋势上升 ok 不排除啊那些科技会议来发达 然后在这边也是要看啊 需求有没有爆发有没有新的突破 所以好像我们回去看过往的时候 从2011年的或者是2012到现在2016 一看的是他我们的科技在这段时间已经爆发到很厉害 如果回头有的回去四年前就是2012的时候 那么我们当然是会投资这些科技股啊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赚到很多 ok 这个就是我们啊 因为我们不是行列的 所以我会这样讲 要投资这些长期操作 我们要看长期 然后要看资金流向 未来会流向哪里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是很很大可能就是 就是跑不了就是医疗方面医疗改革也是开始爆发性的 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哦 啊 就像现在卖大马马来西那边蛮多一个叫做 无障碍走道 ok 所以无障碍走道就是专门给那些做轮椅的人的 所以每一个啊那些啊 大 啊 那些Building就是大厦 啊 ok那边啊 可以看到那些 啊 大厦那边 你可以看到他们蛮多这些无障碍走道 那边 那些超级广场 shopping mall也是有这些 一来一多 也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都 一来一来都不用脚 所以那边气血不流通 啊 在下半时 啊在下半时没有用 但我们很简单 就是 我们没有让那个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那东西会 匡废掉 所以学习那边也是同样的 就好像你一停着学习的时候是 你就是会退步 所以我们要一直不停的去学习 不管学习什么都好 就好像是这个星期啊 我可以跟你讲 我从明天开始 呃 明天基本上只是 应该是参加半天 或是没有整天啊 就大概去啊 问 问我跳那边 听他们那些讲 那些是外国导师 也是会看到network 这些 然后其他的也是 卖你课程的 他们好像好像当我们这些啊 马来西亚人好像那些水鱼一样 那会看分 单单单变一下 我那时候也是遇到很多 他们也是跟你讲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知道简单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 因为他们比较正想 ok 他们的那个啊心情 当然如果 讲到一样东西就是 你给他蛮多钱一下的 那他们当然也是啊 怎样都是 要表现那个 小龙 不知道你当你深入去问他问题的时候 跑掉了 我试过一个 一刀时间到了 八点哦 ok 看他这样跑 很快那个人懂啊 那个是美国的 到现在我还 立立在目 那个是在我2013的时候 还好我没有拿整个课程了 那之前那个课程啊 他减价到 没办法讲是四千多块的 然后减价到变成 199 不就去上了 反正是199啊 就去上的时候 上了之后 哇尼哈是这样的人 不过也是ok 大概给我了解到他的 人格是怎样的 就是一些小钱来啊 了解这 讲师是怎样的人了 ok 然后另外蛮多 遇到很多这样的时候 不是没有遇过 我拜师里面也是有遇到蛮多这样的 然后也很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只是 那种小钱 然后他们就荒废 所以他们能讲时间为主啊 不然他们不知道 人跟人最关业 关 最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关系 就是那感觉 ok 在这方面 我是蛮注重一下的 就好像啊 你 有没有真正的收到我的 我的那些知识 我是蛮蛮蛮在乎一下的 在当月的学生 他们人真的能表现到很好成绩 我当然是会很非常的高兴啊 就是啊 可以看到他们 找到然后在他们 从这边再慢慢教导 有一些是要给他们创墙并 创到很够的那种 然后再慢慢拿回他们上来 就是啊 我有那个人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就算给你亏完100% 我也是有办法给你把赚回 这笔钱的 那怎样去赚回那边是蛮多方法 ok 这是学习 就是为什么会知道这样多 因为一直不停的学习 然后学习方面是蛮广的 不是当然是股票方面的 这星期啊 拜六礼拜那边我就会上那个 关于健康的 因为健康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啊 也是需要知道要保养那些东西啊 所以去学习这些也是看 就是耗血是很好的一个形态来的 所以那边我们可以得到蛮多东西啊 像我跟你讲啊 单单这样讲啊 ok 现在大概是讲了整46分钟 大概这这段46分钟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跟你讲了蛮多东西 有时这个很可惜就是 因为这个是video来的 所以只是单方面就是我跟你讲 你有什么疑问 你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啊真的是有什么疑问的话 你可以来啊来我的课程 入门课那边问 ok 入门课那边你提早来也是可以的 因为啊一点的时候 我大概是一点会到那边 ok 然后再准备 准备的时候你可以啊 外面准备你可以因为问 没问题的 也是可以做得到 啊然后还有就是啊 讲完课的时候也是可以问 没问题的 只要你啊有兴趣学习 我肯定会啊帮助你 但是你要知道入门课的方面 我只是啊 在那天之后我所做的东西 那天之后啊 我就没有啊什么理会你了的 所以你要啊要真的是 要我一步一步带你的话 那么就来我的整个课程 就是这么简单 ok 这些东西都是啊 我只是收你一次资金收费 然后 这也是应该要收 然后我会慢慢慢慢的看 然后一些东西要跟 真的要给你去体验啊 人都是这样的 有没有经历的东西啊 你学习啊 你怎样都掌握不到 就是要要 创到那墙壁啊 但是不是一直同样的创 很多人啊就是自己学习自己去摸索 结果创到创到头破血流 你才知道原来另外一边有一个门 开个门就可以走出去啊 是这么简单 就是啊 有人知道也是有好处 ok 不一定是坏的 就看你了一些人啊 比较喜欢自己创墙壁 创到头破血流啊 然后自己想 哦那样旁边有一个门 那个啊 也是他人啊 其他人的自由 我也不能做什么 在这里你会看得到 这个三个东西那边是啊 蛮基本的 ok 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还有另外一个要分享 就是 当你啊 会的那个 找到的那两个锁石也就是基本的看年报 基本分析跟技术分析 技术就是看图说故事 ok 那么也才会来评导方面 这评导方面哦 蛮多啊 这个指线啊 structure warrant 也就是啊 结构平单啊 ok结构平单那边有分为 call warrant跟put warrant ok 在这里就是认购跟认购 ok在这边就是在这边有看到 这是认购平单的 ok也就是在啊 结构平单其中一个 call warrant里面的 哎不是 structure warrant里面的其中一个 structure warrant也分两个 ok在整个平台里面有分两个 一个是structure warrant 另外一个是corporate warrant 在这个网站哦 我们是看得到的是 你可以去的是tools 然后这个啊 warrant calculator 然后就进到这一页了 进到这一页 你叫sack warrant simple 这里我们只能选 那个 他的结构 warrant 也就是 这里是-c 或是-h 的 ok 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按wct 你看他会出两个 ok 那么我按cx的话哦 search 那就会出来了 现在的价位是 是大概是一二 ok 他是一三五 然后他的卖母价 母股就是一块七 ok 然后他自己是 implant 这些是蛮多东西一下的 ok warrant price是0.125 现在 有人应该是有人丢啊 没有这个是应该是0.13 因为traded war 还是 一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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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里还是0.13 没有错 刚才他这只是交易一单 也就是这里才一千lock 这应该是放 啊两个零就好了 这里放错了 trade all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lock 这里不是lock 这里是以前的lock size 这里是一百整一千lock ok 而且是千千的单数吗 他的match maturity date 我们可以看到是 我这是啊 不是matchity date matchity date 没有讲 ok expire date 是12月30号这里的讲 ok 那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知道之前 他的那个价位在哪 我们可以自己调啊 再讲调啊 这些啊 比如说母股啊 母股是 去靠大概是2块2的时候啊 imply 我一定是我们调啊 去试试好 ok 那么我们这里看到他的内在价值啊 也就是啊 他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是 他是价值这么多 ok 这里就是帮门调啊 有计算的那个时间价值之间 不过这个有一个变数就是 他的我们的所知道的就是他的imply 因为这个Volities 这个Volities就是当母股啊 波动高的时候 然后他的平单蛮多人买的时候啊 这两个因素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一直很多人买啊 那么他就会提高 也是是那个demand 跟supply的那个东西下的 远变回 好像你看那些age 有时候一些会高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买嘛 所以越多人买的时候 用一下情况之下 就是这样的原因会 越来越高他的价钱 同样你看下我为什么会拿在更定马来西亚那边呢 也就是gm ok 这个更定马来西亚啊 C12啊 ok在这里我可以成功的操作 爱进卖出啊 然后我是很小的价位来买进的 这原因就是因为哦 我不要惊动他的情况之下 我就这么做咯 在这里我会预测他 应该今天会上到大概是4块4这样的 那么这里可以讲是 这里4块4的话 那么我是排在这个教育那边 我是等着他卖 ok 他等到这个的话那么是好事来的 你可以看到我没有做什么调整这下哦 如果还能删得到呃 这个445会更加好啊 也就是在保持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我就给卖出了 这才就是我我我我我 这个操作很容易出货 这里就是呃 买跟卖的技术了 也就是游戏的规则 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之后哦 也是游戏规则 那么我们才可以很了解说 我们才可以进来这里怎样操作 这也是变数这个平单呢 他的时间价值的变数很高 还有他的看他的波动 这平单的确是算很多 一直算算算算算算 所以你的脑筋没有这样灵活 也就是你的数学没有这么好的话是 呃 不大鼓励你们这样操作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 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他们就有那种错误的思维 第一个就是 呃 买到他 怎样讲过期 也就是等买了 不要做什么等他过期 这是错误的思维来的 为什么不能这样讲 就是 当他他上升一定的价位的时候 有那个价钱 为什么你不收割他呢 收割他呢 可以换明母股也不用紧 母股至少还有那个股息可以 这些就是计算方面 就是那个资本增值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啊我买人要立刻转换 那个我们要看清楚值不值得 我们这么转啊 我们要计算的话 如果我们是要丢的话 ok 带他回那股股市啊 就是用技术分析那边 他回调的时候啊 这个转换是 这个因为这个是欧洲变斯道啊 就是澳美澳市的 也就是要要他过期才可以 行使你的权利的 ok 那么他是回退钱了 这个我就不大估计 在托完这个 C或者是H的 我们永远都是丢回给市场 管是哪一个人 ok 他用我托是丢回给平单发行商的 所以我那边是做得到蛮多人尊敬一下 我会跟我随时 因为我走着敲门就是 排那边我不贪心 我就是 啊 该贪该贪的东西就好 就是我拿我该拿的东西 这样的情况哦 我们啊 我就可以啊 赚到比较稳一点哦 然后我觉得不对劲我就看一看淘宝 他有淘宝的快不然会亏损的更多 就是这么简单 要亏亏得起 你亏不起的话 你千万不要进场这个 这个 他的那个啊 心态方面会非常重要 他说要以那个基本分析的心态哦 你操作方式方式要与技术分析的那心态 就看到不对劲哦 要立刻离场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哦 所以哦 很多人啊 不能成功的 你啊 不能成功的掌握这个 这个知识不会难到哪去 但你了解这两个知识 就是啊 开始精通的话 也不要太过精 太过精的话 又变成反效果 这张图议精方面哦 就是啊 在不管是前昆娘 就是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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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每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昆挂是怎样的 就好像我就打 打那个 昆挂 ok 你可以看到这里 昆挂哦 就是 纯娘 我可以在这里啊 他对最对最后一个聊的时候啊 的意思啊 那边有讲的 龙 战于也 齐雪 玄黄啊 这个啊就是开始啊 大好了 就是我们学样东西的时候哦 我们不要学啊 学到太过精的原因就是这样 我们适当的啥啥这样好 昆挂应该是前挂 前挂方面呢 也就是纯羊挂 你看一下就是怎样 扛龙友会会啊 最好是95保持95 ok 上9的时候这个是不好 就是在这里啊就是我们啊 过分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转转向 就是保持在这里啊就是这里就是大概啊了解到全部 但是不是精到完全啊精到完那种 因为啊 不想有那些变卦啦 ok 当然 有一个好的东西就是 我们自己知识哦 是学不完的 你怎样学的话 我们是达不到那个顶点的 只是最大的问题是心态 当你的心态你都没理解是到顶点的话 那么这个还是危险 我要表达就是 关于心态方面 心态方面那边就是让我们在啊 在啊达到那个最高 可以看到刚才那个 乾坤两挂那边啊 ok 这两挂那边可以看到啊 就是达到再高 就是那边心态就开始会转变了 转变的时候你就开始啊 开始亏很多钱啊 购力一下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边哦 我们就一直要全虚的不断的学习 没有去顶点 每个人都没有顶点在这边 ok 还是一样的学 但是 那心态方面不要认为自己是 以及是啊 最高点 因为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个词 你这个词语你要永远记得在 在身上 ok 讲了这么多 嗯 大概就看下 现在是几点 给你看下 就是按这个 ok 现在是大概是58分钟 然后 如果你们啊 啊有什么朋友或者是亲戚 或者是什么啊 是有兴趣要学习股票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叫他们尽量的留意我的东西 啊 我也排除有一个有有一些有一些月有没有啊 举办啊 讲座因为 有 我可能出去外博去旅行之类的 或者是好像11月是肯定没有的 11月那边我是整个月没有可能有有有有时间 然后8月的时候或许也没有做 ok 因为8月有那个啊 马来松那边跑10月也可能也啊 什么 就看着情况之下 ok 总之啊 我所分享这么多就是希望可以 能 启发更多人啊 他们少走一点眼网路啊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